在1776年7月4日 第二次大陆议会就在费城举行 美国宣布独立脱离大不烈颠王国 在那时的大英帝国根本就看不起 也不放这群美独分子在眼内 谁知这群人还敢将这份独立宣言 在8月10日就送到伦敦 美国的成长史就是一段下刻上的历史 美国用了大概120年的时间 就由一个穷小子变成当时世界霸权的一份子 而这个霸权也是地球有史以来 第一个由立国那天以来就欠人钱 欠足200多年到今天还是欠人钱的霸权 Hello各位研究员大家好 我是吴喜眼冷知识研究所所长Bendy 今天就与各位研究员研究一下 从运气这个角度去分析 美国之所以能成为霸权的原因 有人说过 你去买张六合彩而中了头奖 这些是叫做努力 因为你是有付出的 但是如果有人送了张六合彩给你 还要给你中了头奖 这些才叫做运气 如果大家对这类题材有兴趣 就麻烦给个like和免费订阅这个频道 最好就是share出去 那我就有更多动力去制作同类型的影片 一个国家要成为霸权 最基本就要有人口和土地这两张牌 美国打赢了这场仗 土地就能够扩张到去对面的太平洋 由东去到西连成一片 打落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奠定了有一个良好的霸权体质 关于美物战争的详细经过 这里我们就skip了他不说了 我们将个注意力集中在关于运气的原因上 第一个要介绍他出场的就是史提芬·厄士甸 这位美国人直到1832年 他的人生座右铭就是效忠密西哥 他是一位出身在美国的商人 之后就移了文去当时还是密西哥领地的德州 他得到密西哥当局的同意 在1821年至1834年就建立了和经营这个殖民地 他除了叫自己家族的朋友移民过来 还吸引了很多美国居民移居去德州 要搞起经济就要有人财前财 如果那地方没人住,给月球你也没用 简单说,他就是获得密西哥政府颁发的 发展德州专营权,只是卖地抽涌也发到猪头饼 在整个1820年代,厄士甸一直与密西哥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并且还帮密西哥镇压了一群亲美分子 因为这群人意图将德州从密西哥分裂出去 可以说,厄士甸绝对是一个切头切尾 素典亡祖,有乃便是良的亲密分子 可以说在这时候,运气都站在密西哥这一边 去到1830年,密西哥政府就开始有点害怕 那么多讲英文的人移民来我们的德州 将来我们讲西班牙话的还有地方站 密西哥政府就很自然地用了鸽占法 跟着就颁发了条法令,禁止美国人定居德州 即是很典型的发言问题,之后就消灭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那么摊一摊手指就可以很快处理到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一个好方法呢? 密西哥当局就好像不记得了,这帮住在北美洲 讲英文的人在几十年前为了捍卫他们的利益 甚至是可以够胆和如日方中的大英帝国开大片 不过又这么说,这帮住在德州的美国人都不是没路 明白到无力背后的代价,所以可以不见血就不见血 于是他们就开了个大会 决定派阿尔士丁向密西哥政府请愿 在这个时候,运气还是在密西哥政府这边 不过前提是,密西哥政府要肯和这帮 规划密西哥的新德州人 谈点一个有利于双方的移民政策 面对阿尔士丁的请愿,密西哥政府的态度是 show power,你哪位呢? 够胆过来和我讲数? 于是就低了阿尔士丁坐了大半年牢 接着那几年里,密西哥的军队不断骚这帮新移民 直到1835年,这帮新移民才开始拿起武器反抗 由这一刻开始,运气就慢慢倾向了去美国那边 接着要介绍第二个出场的人物就是 密西哥姓安纳将军 1833年5月,姓安纳成功当选为密西哥总统 但他就废除了之前的宪法,实行独裁统治 很多密西哥的州份因此就反抗暴政,揭杠而起 宣布独立,其中就包括了德萨斯州 在1835年的年底,姓安纳亲自带领6000人 就不伐德萨斯州 而这帮由新德州人组成的民兵就在一次的突袭行动里面 用了不够20分钟,擒拆先擒黄,俘虏了姓安纳将军 后来在美国第七任总统的滑船调解下 就很安全地送回他去密西哥 不过他回到密西哥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只不过是投限置散了几年,之后又东山再起 独立了的德萨斯州共和国就全体投票决定想和美国合併 去到这时,运气已经傾倒在美国这边 一块美味的德州多士已经遞到美国政府的嘴边 只要给少少力,拉大口就有得吃了 比着你和我,当然有吃不吃最大恶极 但美国政府的正式回复就是No,我不侵你玩,走走走走走 这个答案是不是很疯?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say no? 就是因为美国国会say no 为什么国会say no?就是因为德州允许奴隶制 而在国会里面,北方的州份就是废奴派的议员佔多数 他们担心南方的速奴派州份想坐大自己在参众议员的势力 这次亦是历史上少有的道德议题,战胜利益议题的事件 之后引发的南北战争就已经是后话,这集就不说了 当时美国总统是想say yes的,他曾提议用500万美元 其他人就向墨西哥政府购买德州和平地去解决这件事 不过就过不了国会这一关 如是这就过了8年,在这8年里,运气站在中间,没有说帮哪一边 墨西哥也没有什么动作和优惠或相关的税务政策去追求德州回来 这件事就放在这里,直到1844年6月,德州再度提案,说要加入美国 在这次,美国政府的答案依然是no,可以说机会就被捉了墨西哥 不过这次德州想加入美国联邦的事件 就成为跟着的美国总统大选重要议题 在支持兼聘的詹士扑克成为第11任美国总统,参中两院大洗牌后 德州亦在1845年12月正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28个州 吸纳德州后,运气就开始一面倒,站在美国那边 由此而引发出另一波事件 美密战争的其中一条道火线就是谈不定条数 德州参加美国的派对,墨西哥的战争当然不信 就跟美国说,650万美金买断德州给你,你怎么看? 美国政府的答复就是,有什么怎么看?我现在就是不再看 其实在打仗前,美国透过姓安纳将军和墨西哥政府秘密谈判 希望可以用钱解决这个问题而不用打仗 但他回到墨西哥后,不但没有说服墨西哥政府 而且还撕毁了和美国的协议 自命为总统,大兵御驾亲征向美国宣战 然后的历史进程就是,美军在一年之内 但是势如破竹,不断进逼,最后就夺取首都墨西哥城 最终在1848年2月,签订了条约,宣告停战 继上次向法国拿破仑买入路易斯安纳地区 这次照版主管,美国又再使出印钱换土地的方法 首先,他免除了墨西哥500万美元的债务 然后就用了1500万美元将上加利福利亚 内华达,犹他,科罗拉多,阿里桑那,新墨西哥和怀俄明 大部分地区全部吞下肚 就是这样处理了两国之间的纷争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与其他当时的强权相比 美国是一个打赢仗之余 还肯付钱买输家土地的唯一国家 虽然是强买,不过都比强抢 在同代来说都算是文明少少 不过换个角度来说 亦都可以说当时的美国政府比较老谋心算 因为抢回来的东西日后都可能会发生争拗 有机会过了几十年要吐出来 但明买明卖有张合约在手 将来吵起来就有法律的依据 去到1853年,美国又再用1000万美元 向墨西哥购买土地 包括了新墨西哥州西南边 和阿里桑那州的南部大片土地 过了几十年,美国又用了720万美元 向俄国的沙皇买断了阿拉斯加 在那个年代的国际环境,这些事很等闲 价钱谈对,那刀就很容易做成了 而当日种下的因,今天就可以享受成果 就是因为有阿拉斯加 所以美国在北极航道也是持份者 不用被俄国独大 这些是运气还是远见?有时真是两体 又或者两样都有 当时如果墨西哥肯低低地惯一铺 监牌投降认输,他损失的就是德州 在十多年以来策略上的失误 导致墨西哥选择的是开战 打输的后果就是损失一半的国土 将所有运气输送去给美国 令到美国在当时就拿了旧金山这个金矿 几十年后还得到德州的石油 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的产油国 再加上地理上的东西贯通 就有了将来超越英国的本钱 美国是一个脱离英国统治的静民地 墨西哥就是脱离西班牙统治的静民地 由此可以看到,就算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部 在制度、施政的能力上都有高下之分 有时我觉得,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就好像打麻雀 有些国家一铺糊都没吃过,但都可以赢钱走 原因就是其他三家不断吃炸糊 只要你不出冲,不吃炸糊,就可以赢钱代代平安 犯错最少的就是大赢家,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里感谢各位研究员,大家一起切磋研究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令你多了个角度去理解美国法迹的这段历史 那就麻烦大家给个like所掌和按下个订阅 如果有什么题材大家是有兴趣的,也请各位留言告诉我 逢星期三吾起眼冷知识研究所,我们继续一起研究 本集完